身體狀況跟未玩病之前差不多 傳統以化療或電療治療中期肺癌病人 晚期就會以標靶治療和化療 但有不少副作用 例如嘔吐、疲倦等 而非基因突變引起的肺癌 更加無法用標靶治療 由於癌細胞的PD-L1蛋白 能夠令免疫系統裏的T細胞 不以為它們是正常細胞 免疫治療的原理是 讓T細胞重新免疫癌細胞消滅它們 去年外國一項研究指出 接受免疫治療配合化療的肺癌病人 一年內的生存率 幾乎是接受化療的病人高 化療要毒死你身體內的癌細胞 也同時會毒死你身體內的正常細胞 免疫治療只不過是 醫生會根據病人情況 包括體內癌細胞PD-L1蛋白水平 決定是否適合接受免疫治療 大約一成病人在接受免疫治療之後 可能出現皮膚出診 器官發炎等的副作用 毒禍可以用類固醇控制 病人之後亦都可以再次接受免疫治療 現在將會推動 帶一幫忙 目覆著 去看看 出發 小市 科技 在中國法國國國國國國國 道法國國會 是 二料系列,是由提升免疫抗氧化的Kevaro紅綠超級食物贊助播出